对那些好像醉生梦死的 不关心这个国家新王的这些听客 应该说是吧 的一种讽刺 这种呢 如果你把它为歌女的话 那么唐代的 语言环境中 这个商女是不是就是指卖唱的歌女呢 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在里面了 清代 徐珍他曾经讲过 他说夜拨秦淮而与酒家相近 酒家临和故也 和就是秦淮和 商女是以唱曲做生涯者 那就是刚才我们这位老师 就是唱曲为生涯 也就是卖唱歌女吧 唱后庭花曲唱而已 哪知陈后主以此亡国 有恨女内哉 杜牧之阁将听去 有无限新王之感 故作此诗 首先第一 他把商女就是理解为 以唱曲做生涯者 就是卖唱 第二 那么既然他唱了后庭花 后庭花呢 那就是听课要的唱的就唱的 那么杜牧写出来 就是杜牧有感于这一帮听课 不管国家新王 醉死梦生 对吧 只有他督目地感受到 所以他就讽刺这些顷刻 他是这样 故作此诗 那么陈云雀先生 那就知道 一个著名的学者 他说 此商女当是扬州歌女 而在情怀商人周中者 关键这一句 现在他在情怀商人周中者 来自江北扬州歌女 他不了解秦国 王之恨 在其江南故都之地 上场唱弥弥之音 目之闻其歌声 因为诗以勇之耳 此诗必作如是解 方有意义可循 那么他的意思是什么呢 陈先生的意思是讲 这个歌女是 现在在情怀商人周中 由于他不了解秦王 之痛恨 照样去唱 玉树后庭花 因为他不了解 玉树后庭花 是一首什么样的曲 大家注意没有 他没有讲 他是以卖唱为生涯的 他是在情怀商人周中 那么唐代的商女是指什么呢 那么我们就要找出唐代的一些依据来 同时期的白居易 读张吉古岳甫这首诗 他说读君商女诗 可敢汉妇人 这个商女是指什么 根据标题 根据这两句诗来理解 这里的商女是指什么 这个商女首先是一个妇 对不对 妇人 妇那是有妇之妇的吧 她表面上给人家是很凶悍的 这样一个感觉 但是她的心肠呢 心底呢 非常仁慈 所以这个商女 那么我们把它理解什么呢 那么显然把它理解为商人的妇 对不对 商人妇应该没问题吧 第二首 言商妇 本是扬州小家女 嫁得西江大商客 应该怎么理解 这个 这个就是商妇了 本来扬州小家女 刚才那个陈寅雀先生 那不是扬州的那个 对吧 歌女吗 歌女就是你会唱歌也可以吧 你叫做歌女 关键是你 是不是以做卖唱为生涯 关键就是这个问题 对不对 刘雨昕 他里面有一句 显然这个商人女 也就是商人的女儿 她的父亲是干什么呢 金商是卖布 卖粮食的 刘雨昕也是中唐人 五代 就是唐庙以后 到了五代 孙光县 竹枝 门前春水 白瓶花 岸上无人 小挺霞 念霞 亚运 商女经过江玉 墓 散炮 蚕食 瓷神压 显然这个商女 是指什么呢 商人女 坐在金商的船上面 对不对 闲得无聊 爱唱就唱 不爱唱的话 拿东西去喂那些鸟 这样 所以根据我们的考察 这个商女 在唐代 不是指卖唱的歌女 而是指商人的父 或者商人的女 商人的父 和商人的女 那么这样一来呢 我们对这首诗 的理解 那又不一样了 如果这个商女 是指商人的父 和商人的女的话 他本来 生活在这样一个层次的人 更关注的 就是自己的生活 是否安定 是否有吃有穿 这种朝代的新王 国家的大事 那是你们 是夫文人的事 对不对 他是一个商人的父 或者商人的女 他才不管你 那么重大的事件 理解的那么深刻 那么这样一来 杜牧写这首诗 那么他的读止 应该表示什么呢 那应该表达什么呢 应该表达的是 你看 一般的民众啊 只关心自己的 自己的那种生活 对不对 不太关心国 不关心国家大事 对啊 他就只能 女人 他仅仅以这个女人 还要写 像他这样的民众 都是这样的一种思想状态 不太关心国家大事 对 只有好像他杜牧 这样的人 才去关心国家大事 对不对 所以他说 这个社会 大家想想看 还有得救吗 整个社会这种 漠视的情感就出来了 那么 只是表达了 好像杜牧这样的人 无力回天 对不对 想 这个 玩狂烂于祭祷 福大萨于江青 而不能 无可奈何 有书法这种 体子马上就不一样了 对不对 所以你说 对这个词的理解 它直接就牵连到 对诗歌主题 也就是那个意的理解 所以我们刚开始 首先要破词汇观 字 词 现在我们来看 第三种方法 注意 诗子建赏 要注意 词与意义的时代性 就是我们根据 刚才那个例子 商女这个例子 词意它是有时代性的 你比如说 杜牧的清明这首诗 大家都很熟悉 按照清明这个标题 清明就是我们国家的 那个民俗传统的节日 这首诗呢 它的问题在哪里呢 就是在第二句 对这个行人和断魂 怎么理解 大家知道那一首诗 就是那个吹户提督城南庄 那首诗写在什么时候 就是清明那一天 就是写在清明那一天 他去春游嘛 遇见了一个美人嘛 那不是写到了 人面桃花香蕴红 他也有这样的一种 艳遇嘛 对不对 所以 行人呢 在这里呢 千万不能够理解为 上坟的人 因为理解为上坟的人呢 你的上下文 你解不通 上坟的人 好像以为把断魂 理解为悲哀 极度悲哀 好像讲得通了 对不对 但是你一转转到 接问酒家何处有 好像就解不通了 这个情绪 牧童瑶子信花春 马上跑到酒馆去喝酒去了 接问酒家何处有 那呢 那旁边那些酒都没有了 你是带友的嘛 是不是 其实有两个人解不通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把这个路上的行人 就把他理解为路人 过路的人 特别在这里呢 表达接问酒家何处有 这样的情绪呢 这好像 这个作者 到外面做春游的 这些人的情绪 那就好了 春游他不一定带酒去 他有一种雅性来了 看到民俗 对不对 所以 接问酒家何处有啊 牧童瑶子信花春 就好像呢 去春游的这一批人 的情绪 这样理解 那么这首诗就比较清楚 特别是香港的 有一个小学的读本 他把这个行人 就是理解为那些上坟的人 行人 应以 他有一个翻译本 清明节这一天 他把这首诗翻译成为 新来汉语 清明节这一天 细雨纷纷扬扬 一时路火 行人 应以故的亲人 而感到格外悲痛 思绪纷乱 请问前面 可有酒家 牧童瑶子 那柳爱花明 九七飘飘的信花春 行人 应以故的亲人 而感到格外悲痛 那显然这些 行人 在他们看来 应该是指那些 去上坟的人 那么这样的理解 它是有问题的 我们觉得 是吧 好 这样一来呢 又给我们 意识到 一个方法 就是古典诗词啊 要了解古代的民俗风情 如果你不了解 民俗风情的话 不了解人家 古代的上坟 一个家族去 本身就有酒的话 那么可能 对他的理解 就不太好 一样 下来呢 我们再讲一个 从巨型分析入手 王之焕的这一个 这首诗 白日一三斤 黄河入海流 玉琼千里目 更上一层楼 从巨型呢 我们看啊 诗词里面的巨型呢 有一些 他是有特别的 这个 强调 比如说 第二句 黄河入海流 如果我们把这个 黄河入海流 把它 换成 字 各个还是这些字 把它换成另外的一种 句式 就是 黄河流入海 那么 他对本师的 意境的构成 有什么影响呢 如果把这首诗啊 白日一三斤 黄河流入海 欲从千里目 更上一层楼 怎么样啊 无论从意境来的气势 好像就 不足了 对不对 没有原来的那么好 那为什么 字还是这些字 句 是不一样了 那情况就不一样了 为什么你 黄河入海流 它就成为诗句 黄河流入海 它只告诉你 它是一个陈数句 它告诉你一个客观事实 黄河是流入海的 但是现在呢 持续一变 变成黄河入海流 它除了 告诉你一个客观事实之外 它还包含有 作家的思想感情在里面 这种思想感情 是一种什么样的思想感情呢 刚才这位老师 他已经悟到一年了 意思就是说 他写他心目中的那条黄河 通过心目中的那条黄河 来寄托他此时此刻的登灵之感 那怕心目中的那条黄河 应该是一条什么样的黄河呢 而不是一个客观事实 黄河那么流入海的那种 他心目中的黄河 大家要注意 他现在的标题是登灌雀楼 登到灌雀楼上面一看 如果现在大家 如果到灌雀楼那里看的话 你们会发现 你所看到的黄河的水 好像是静止的 不流的 因为那个地方比较平缓 平了 水很缓 加上你站在高处 黄河那个时候 看了好像黄河水不流了 那么他能够呢 写到黄河入海流 显然他不是写他眼前所看到的黄河之景 而是写他心目中的黄河之景 当然有人说你现在的灌雀楼和唐代的灌雀楼 那个河床 黄河的河床已经改到了 相差有将近十来里路 尽管如此 尽管如此 但是那个地方是比较平缓的 这个是客观事实 是不是 所以心目中的黄河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呢 显然坐在灯楼的时候 他的眼睛和他的心胸 首先往黄河的源头那个方向望去 然后通过一个扫描 瞬间扫描 又往他流向流到海的那个方向望去 短暂时间已经把黄河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河床过程撞到他的胸中 然后再根据古人对黄河的言诵 和他对黄河整体的知识的了解 所以他觉得心目中的黄河 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黄河 应该好像李白所写的那种奔流的黄河 君不见黄河之所以天上来奔流到海 不服回的那个黄河 再加上他的那个 对黄河的那个地理知识的了解 从西北高原来 黄河九区 对吧 特别好像通过了那个湖口 瀑布那个地方 那个冲下来 对不对 所以黄河是一个奔腾的黄河 再想到黄河又是一个文化上的一个黄河 我们那个中国中原一带 寄托了什么样的思想感情呢 我们根据上夏尔文一个分析比较 我们就知道这一条文化的奔流的黄河 引起了他心目中的一种精神的奋发 一种向上的一往无前的积极的这样一种精神 这个叫做什么 叫做赌物而生情 首先那个物已经化成他心中的黄河 而不是他眼中所探探的黄河 所以才有后两句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是吧 这种叫做赌物而生情 这个情 背后的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写出一个积极昂扬向上 这样一种时代的精神 所以我们说诗歌见上 要见上什么 就是要从这些地方细读入手 你才能够感受到 他真正的含义在哪里 所以方法第五 诗词鉴赏要关注啊 如果从巨型分析的话 要关注巨型的强调 持续的颠倒和巨法